等会是,稍后我们的国际中心将会有完整的报道 还要到英国来看看的是,伊丽莎白女王跟菲利普亲王 亲手走过60年,她已成为英国第一个进入正式婚的再位君主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亚洲看看冷气团发威 日本、东北还有北陆地区降下了今年的第一长雪 这里去年已经出到了半月 明天天节,我们一开始要带你来看看是在孟加拉的灾情 现在死伤可能超过了上万人 28万人家很贵 热带气旋,吉德尔其实兴起孟加拉算是上兴起的事情了 但是孟加拉当地的灾情却是不断持续扩大当中 在灾区有很多地方是在深山跟森林里面 有关当局表示还需要一些时间 就让人员跟物资才可以送到灾业的手上 目前官方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来到了3100人 但是根据推转,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万人 那咱们来想象这里曾经是棉诺棉和转装的桥梁 在热带气旋,吉德尔西击过后 现在找这个临时大片的桥梦桥 是闻一过河的方法 达到河的最爱去求救也不仅容易的处 开心吗? 好厉害喔 超屌的啊 他说你很厉害 超屌的啊 超厉害 你很厉害 我也很喜欢 看不然同胖也没起来 那我要住前觉得你不怎么样 现在就很不安 超屌的啊 原来主播这么厉害 对啊 那只是我学姐比较厉害 如果限工作人员 他们明确的建议 陆 Tagesel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